撒板饲料的地面突然飞来上百只鸽子抢食 画面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不过这却是西湖里这处社区住户的日常 原来是里内有一位老翁习惯性喂养鸽子 今年累月造成大量的鸽子聚集 不管是屋顶阳台到处都可以看到鸽子 一旁废弃笑色更是鸽群的大本营 所产生的鸽粪与随之而来的情蛮叮咬 让住户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出现在哪里全部的天空全部都会有 都会有 之后的话它到处停 之后的话像那个大楼上面 这一大早它有时候凌晨 两三点三四点不一定时间它会喂食 之后就会听到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 对在接下来的话 它把鸽子就是一喂之后的话 开始那个 勤蛮会很多 在一段鸟大便也会整路也是 最主要是那个困便问题 那个我车子车顶上最多一天上面有三头那个鸽子的大便 那个太阳晒干以后那个要穿一个非常困难 同个社区我们都有共同的问题 已经夏天已经快要到了啦 那这个勤蛮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已经开始有里民啊 他们的衣服啊都被那个勤蛮给吸住啦 那小小细细的黑点 那有的里民都还不知道说这边有人在喂养野哥 嘿他们跑过来打电话过来问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他的医生他就诊的医生啊他跟他讲说他附近应该是有人在喂养野哥 嘿所以他们要跑来里长这边问里办公室这边问 所以我就跟他证实说是真的有 嘿那从去年去年差不多在去年开始的时候 一月份左右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到了这个问题 那因为现在的喂养野哥的问题啊 数量看起来是比以前啊多了差不多两三倍啊 嘿一次差不多一两百只这样子在飞啊 你现在可以看四处现在都是都是鸽子在那上面等待着要吃 吃饰料啊 而且他饰料都有时候是撒在地上就给他喂养 那一些猫野猫也都过来吃 那个老鼠也都过来吃 那整个环境都已经变得很糟糕了 接获当地里长陈勤的台北市议员和风化服务处 特别邀及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卫生局和动保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环保局方面表示 三年来开了十多张罚单但是成效有限 因此除了要求企业队加强巡查取地老翁乱丢饲料未养的行为 也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希望达到贺阻效果 东保处方面也承诺会派员进行割籍移除作业 希望减少割群数量 不过贸与关心的西湖里面认为 北市府如果没有从未养的源头进行强制作为 恐怕还是狗废火车没有用 西湖里里长更无奈的公开征求 希望有人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 长官他说一个礼拜以后承诺一个礼拜以后 希望我们当然希望说他能够有更好的方法 不要说到一个礼拜以后再来问我们的里民说 要怎么样的处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官就换大家做就好了啦 对请大家 大家如果说有好的方法赶快投书 赶快打电话到市政府去跟这些官员讲 对此台北市委员何蓬华表示 西湖里割害已经持续数年 过去也曾会看过却始终无法解决 何蓬华要求北市府应该痛定思痛 跨局处讨论提出相关方案 西湖里野割肆虐已经超过一年以上 民众不仅要吃吃担心割粪从天而降 甚至还要担心阳台被割粪洗礼 甚至有民众被割满叮咬感染住院等等的情况 市府却迟迟找不出方法来处理 让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希望今天的会刊之后 环保局能痛定思痛 尽快召开跨局处的协调 一起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何蓬华强调 如果因为法规因素致爱难行 北市府也应该紧述与相关单位协调 早日解决哥吉拉肆虐的问题 还给居民良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导